這個是判決書 判決書呢 就是他這個車禍的 這邊特別講 他說這個被告造勢以後 完全未下車查看被害人 並施以救助 精致駕車逃離現場 犯罪情節非清 且被害人所受之傷事 頗為嚴重等等等等 所以就判他九個月了 但是我覺得法官 還是心存憐憫 所以其實只判了九個月 其實可以判更重 那時候也年輕嘛 大家覺得 而且他和解四十萬 他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是不是酒駕 他說不是 真的沒有人知道 因為抓到他的時候 已經過了一天了 對 十二個小時 警方說八個小時又撤不到 你有沒有覺得他怎麼知道呢 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 我們就不能講說有沒有 第二個他說 我那時候環境報告打兩個攻 那我很好奇 什麼攻會從夜以忌日 白天中午晚上做 陳柏惟應該清楚交代 打的是什麼攻 在哪裡打這個攻 工作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講清楚啊 不是 我要打兩個攻 那我只講打三個攻算了嘛 對不對 而且就算你打兩個攻 也不應該撞人啊 這你要更小心才對啊 如果精神不好 就不應該開車啊 那民進黨有些立委去 給他加油 我真的不解了 你最多不講話就是 你怎麼去給他加油 所以網路上有人講 你是加油趙陶嗎 跑快一點嗎 這個行為 我們開車人都知道 已經是開車裡面 最惡劣的行為了 撞人 撞人不下車看 不留電話 不把這個受傷人送到醫院去 這很壞耶 當事人差點死了耶 這樣的行為能夠鼓勵嗎 加什麼油 怎麼好意思講加油呢 而且說他很有勇氣 承認 我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很好笑嘛 判決書在這裡 他怎麼否認嘛 他只在做損害控管 你知道嗎 已經發生了這事 我怎麼辦呢 我想 我到底要否認呢 還在承認呢 好吧 那就承認吧 然後我就告訴我 那時候很苦啊 兩個功啊 我精神不計啊等等 這不是理由嘛 這個哪是有勇氣呢 有勇氣是說 第一個 你開車不要撞人 要很小心 撞人立刻下車看 然後立刻 看到有沒有受傷 立刻報警 立刻打119 叫救火車來 然後還要通知他的家人 全部都要做的啊 這才叫做 有勇氣 你這叫什麼有勇氣 你怎麼這個怎麼叫有 你把社會的整個的價值觀 通通混淆了嘛 不是這樣嗎 OK 廣告台詞有一句叫 先誠實再成交 一樣 面對這個問題 我認為陳柏惟委員 應該先誠實 再討論他是不是認 先講這個電玩的部分 判決書上面 已經寫得很清楚 你不是玩快打旋風 你玩的叫做 冰果遊戲 而且呢 我們查出童年的那一家 被搜索的那一家 電玩店啊 這個新聞是2011年的新聞 他說高雄 黃冠日賭上百萬 超出1.5噸的代幣 而裡面他更講到是說 查獲賭博性電玩542台 並且有賭資46萬 涉案人數多達101人 2011年的新聞 一樣同一家的這個電玩店 所以說我們就講說 你現在陳柏惟委員 你很清楚當時你就不是玩的 所謂的 你不是去一個 合家歡樂的湯姆熊 你不是玩的是快打旋風 不要這樣輕描淡寫 不要這樣避重就輕 先誠實再討論 再來講到趙陶這個部分 我們更講 趙氏不可恥 每個人都可能會犯錯 但是重點是 趙氏逃逸不只可恥 更加可惡 而且我也要講的是說 這一些綠委 或者說民進黨的人士 去幫他按讚加油的 我只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 把陳柏惟他犯的這件事情 把陳柏惟拿掉 換成顏寬恒 或是換成任何一個國民黨的人 你們做一樣的行為 你們還會去說加油 你們還會覺得他很有勇氣嗎 第二 如果今天陳柏惟犯的肇事逃逸 他撞到的這位百老先生 是你的親屬 你的家人 甚至是你的父母的話 你還會覺得陳柏惟很有勇氣 很勇敢 並且要跟他講加油嗎 所以如果說上述這兩個問題 你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話 那你憑什麼在這個時候 還去他下面留言說加油 說他很有勇氣呢 這分明就已經是瞎停了 所以我們還是還是回到 10月23號 當然這個是台中市民 台中選民的一個選擇 可是我也呼籲現在的執政黨 尤其是剛剛民進黨代表來講 是說國民黨後續要派什麼人 我們都還沒有檢討你 2020民進黨沒有派人 是禮浪台灣經濟黨的陳柏惟 來去選舉 結果你們現在在問說 國民黨要派什麼人 時空背景錯亂不講 執政黨真的還是要有一點道德勇氣 以及台灣要有是非 就從不要瞎停不適任的政治人物開始